欸 你的紅包錢 你的紅包 一 二 三 大豐鬆 Yuki今年過年有17個紅包喔 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不是 是我們的 但是爸爸媽媽好像拿起來 你們好 我是艾琳 我是毛巾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小Yuki的紅包錢 登登 Yuki 開箱了 小優可以今年因為你爸爸媽媽大豐收啊 人家說小孩帶財就是這麼一回事吧 大家看到這麼可愛的Yuki 紅包直接 再塞一千塊 你知道嗎 我以前就是在包紅包給我的一些子女 假設是這個年紀的 我都想說我好像在包心酸的 她根本就不記得然後她也用不到 我都想說應該是等他們長大一點 我再給她紅包錢她才知道珍惜 直到今年季生小孩才發現說 紅包錢不是這樣子 那都是包給爸媽的啦 對 沒錯 因為生小孩實在太花錢了 今年也是因為小Yuki的關係 我們去哪裡拜年的時候 都可以拿到一個紅包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 這些錢我們要怎麼用 所以今天這一集會跟大家開箱一下 小Yuki的紅包錢大概收了多少錢 然後順便和你們分享 我們會怎麼樣使用小Yuki的紅包錢 就是到底會拿她來做什麼事呢 那我們先來算算看小Yuki 你今年收了多少錢吧 好來你自己拿她剛就一直在玩這些紅包 來 好她拿這個 她抽了這個 第一個這個 有蔡英文跟賴清德庶民的紅包 一千塊 因為這趟我們有來台南過年嘛 然後有好親那邊的親戚 然後又有我們這邊就是中部啊 南部的親戚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給小Yuki的紅包 謝謝謝謝謝謝 所以我有點忘記哪一包是誰包的了 六百 都謝謝好一千六 一千六 兩萬四千六百元 喔跟我想的差不多 大概整個價格啦兩萬多塊 兩萬多塊 Yuki 你賺錢了 你還記得你小時候拿紅包多少錢嗎 可能好一點的話會到一萬二左右 喔對跟我的感覺有點差不多 而且小時候的錢比較大 對啊小時候拿到一張藍色的簡直 喔 嚇到你還有紫色兩千塊那一張 欸對對對那個真的是很大包耶 然後其實我過年的時候也一直在想說 欸這些紅包錢要怎麼用 因為有好幾種做法嘛 然後我也有在我的Instagram他們問愛講 然後你猜大部分人都怎麼用 存起來吧 或是買一些儲蓄銜之類的 嗯嗯嗯就是蠻多 我這邊收到蠻多的私訊 大家都是說存起來 就是給小朋友當未來的學費 比較少付我們拿去花掉的 投資啊什麼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想到說 欸小時候那我們的紅包錢呢 欸可是我有印象是 我媽他們有幫我們一人一個帳戶 我爸媽他們全部存在我們的帳戶裡面 然後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欸那要怎麼樣幫他使用 然後我們再討論一個禮拜 我們有一個小結論 我們決定拿這些紅包錢去 買金子 聽起來好像蠻慫的 但是我覺得蠻實在的 蠻實在的 因為我覺得這些紅包錢是非常有意義的 他承載的是所有親戚朋友的祝福 所以如果說只是 就拿去銀行存的話 我會覺得說好像只是一個帳面上 數字的增加 他這麼多的祝福 這麼多的紅包 所以我就在想說就是有沒有什麼可以留下來的 然後後來我就回想起說就是 我那時候我們結婚的時候 就去年我們要結婚的時候 我媽就帶我們去買金子 然後 其實是前年結婚了 對 前年的時候 前年已經前年了 然後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們去買金子的時候 我媽他就拿了一大一疊金牌 一小疊啦沒有到很厚 就是一這樣子 差不多這樣子厚度的金牌 然後拿去就是給撕下來 給他秤重 給他秤重秤重 就等於說他看他可以換多少錢 然後同時在買我的金飾 架裝的那個金飾 然後我對那一幕我就印象深刻 因為他那個金牌啊 是我爸媽之前開公司 然後有賺錢的時候 他們就有一個紀念價值 幫自己打一個土地工的小金牌 然後就一直收著一直收著 然後等到 像這樣子我們要 我要出價了 然後真的要使用的時候 然後就這樣子拿出來 就是一換一的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說 喔好有儀式感喔 有小時候開始累積出來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說 其實就是以投資的領域來說 其實我們兩個都有在做 滿多的投資了 不管是股票啊 美股啊 房地產啊 還有什麼 還有加密貨幣 其他啦啦渣渣的啦 就是我們已經做了很多 所以如果說是現在 以紅包錢這個來說 我們會想要讓他是 更有一些紀念性的感覺 對…傳統一點的感覺 然後但是又有做到 就是又有投資理財的感覺 所以我們想到的就是金子啊 然後因為我們原本也不曉得 說到底會有多少錢 然後我們現在大概知道 有兩萬四左右 其實現在的金價剛好是高點 對 但是我覺得還是沒關係啦 因為紀念價值的關係 金價反而浮動就是這樣子嘛 而且金子它其實是一個拿來避險 就是它是一個保值性的東西 所以它就算說是高點好了 但是那也是跟金子比的 而且我們大概可能十幾二十年 都不會把它拿出來用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拿去買金子啦 然後我婆婆也有問他的朋友 說現在就是我們可以有幾個選擇 可以用成金元寶 然後一錢 然後大一點的兩錢三錢 或者是那種一排一排的那種小金牌 金牌 所以我們就是可以先跟他訂制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拿小Yuki的金元寶 或者是金牌 我猜應該會訂幾個金牌吧 金牌嗎?不是金元寶嗎? 金元寶不是很可愛 竟然是可愛 但是你不覺得那個金牌的感覺 比較有存放很久的感覺 金寶 金元寶感覺像玩具的話就一下就弄掉了 我也覺得欸 被以為是玩具 就會把它放在那個箱子 盒子裡面比較好 對啊 那我們就三四天後再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換的金牌 Yuki金牌 Chempeon 我們要帶你來買你的金子了 以後不要問媽媽說你的紅包錢在賺哪裡 就在這裡 我們訂做的三個金牌 結果今天的金架 現在金架是 漲的 每天是買一頓 對 漲的 就繼續漲 哇 就先漲了 三個金子 一台錢3.5G 每年都買得 然後他20歲的時候就大部分 對啊 你要好好拿著這個東西到你20歲 你結婚的時候再把它拿出來 要結婚了 要結婚了 爸爸的手在抖 小Yuki的頭髮怎麼那麼亂 他剛睡醒啊 他剛睡醒 那我們剛才在銀樓裡面就有聊到說 好像30年前的金子 這樣子一千 好像才一千多塊 然後現在就是六千多塊嘛 就投資上來說 黃金本來就是比較拿來像是一個避險的工具 不期待說他會有很高浮動的高報酬 但是他就是一個保值的存在 而且他是那個紀念價值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對 真的除非是那種那個就是真的很危機的時刻 我們才有機會把它拿出去買 對 所以我們一般的那個投資的工具 我們可能會預期說 可能有些放3、5年 或者是有些放5年、10年 會有這樣的佈局 不過這個我們就是 這是我們的做法啦 但是我前面也有講到說真的蠻多愛講是 找一個很好的標的 像是台積電好了 把那個紅包錢拿去當股票 然後最後可能30年 小孩子長大之後就會有一筆學費 我覺得這樣的做法也是非常好 他不曉得你們怎麼使用小寶貝的紅包錢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那我們就有這個可愛的小金牌 小Yuki愛不釋手 他抓到就把它送進嘴巴裡面 而且他也很想抓 他最喜歡一蛋亮的放在嘴巴裡面 鎮雷不及嚴耳 因為速度很快 所以我會趕快把它抓住 好 這雖然是你的 可是不能吃啊 那也祝福大家這個新的一年紅包滿滿啦 我們很快就下一集見吧 掰掰 掰掰 小Yuki小 小 小 Yuki妳想要這個是不是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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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做什麼事情呢 好